其实我主要爱吃的 其实也不是肉自己本身的那个味道 而是因为所有的这种辛香料啊 这些调味而造成这一个肉很好吃 其实素食也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口感 中学的时候我有参加过佛学班 师傅他们都会煮素 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开始去接触到素食 但是也没有说刻意说我倒到什么时候突然间 我就吃素也没有 它就是一样一样的这样子煎化 要去受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应该也是姻缘啦 然后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放不下 只是食物而已 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如素 以前跟朋友去聚会大家都是在那边很快乐的吃着很多那里烧烤啊 这样子朋友叫到要说走一起出去吃一餐 你会好像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找个借口就是不去参与 但是过后我会发现到说聚会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而不是只是为了吃 你坚持还要你分食那我我还是坚持我的素食那大家还是可以聚在一起很开心的一起聚餐 有时候看到对方吃的 他可能觉得你的素食也很不错 所以就会有下次他也会来尝试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啦 我煮就是煮酥咯 他们就要吃咯 但他们也不抗拒啦 他们也知道了妈妈是吃素的 包括像我的小儿子 当然他不是全素的人 但是他去到哪里现在他就会觉得说 他想要 那他觉得吃素他很舒服 那他就吃素 其实对我自己本身来讲 这个是一个个人心灵上的 我觉得是一种安定吧 因为我觉得说 我也不需要刻意去吃一个生命 然后我也觉得我吃了我自己 没有太大的负担 而且我看回我每一年的血液报告 我也没有比荤食者来得差 所以我觉得素食还是比较健康的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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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